最後計算出來的話 我把最後的結果秀一下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最後做出來的 這個 第5之5 這一題 一樣有一個抽象方法 跟一個實錯 當然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要偷懶的話 你可以不要這兩個 然後到時候它會以Retangle 因為你有繼承它的新增位置做方法 等下去一樣會把這兩個方法 自動會帶出來 你再去實錯就可以了 把它執行起來各位看一下 最後的執行結果 最後執行出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我們的主程式裡面 分別帶入什麼 這地方 底下還有 主程式的地方 我們分別把 幾個值帶進來 第一個是 我宣告了一個 sharp 然後 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Retangle 一個s 一個r 那這裡的話 再來把 Retangle裡面的值 分別傳進去 總共有一個r1 r2 那裡面的話分別 xy分別5 跟15 然後 高度的話 寬度是6 高度是5 然後再來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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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的話 建立一個 iプリмент R3 另外一個retangle 這邊也是把三個訊息傳遞過來 R3 這個地方的話 给它的是 iPremator 然后最后把这个地方的 显示长方形 R1的一个资料 把R1的资料print的出去 分别printlite里面 有R1的资料 然后xy的部分 把这个宽高 透过R1.wise R1.high去取得 然后去呼叫 我们里面的方法 Ari跟Premator 这个周长部分 然后再来判断 如果这个 里面的话 再来第二个部分的话 显示长方形R2的资料 检查是否为Retangle的 固件 也就是判断一下 它是否为一个 标准的一个矩形 然后最后把这个 这个资料把它print了出去 然后再来的话 再把R3的部分 也把它print了出去 会有底下的资料 print了出去之后的话 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它秀一下 大家给各位看 这边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 长方形R1的资料 在这里 第二个的话 判断R2 是不是不是一个retangle物件 在这个地方 再把它的XY跟宽 还有面积周长的资料 分别把它print了出去 再来是R3的部分 资料把它print了出去 我想这一题的话 稍微比较复杂一些 我想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我给各位的程式码 试着把这一题把它完成 这个是抽象类别 跟这个界面的实作 所以这题稍微复杂一些些 给各位试试看 谢谢大家